懂啦 小知识 大世界 地脉在地壳和地盒的中间 厚度约2900千米 据推算 地脉层的温度高达1000至2000摄氏度 内部压力很大 物质密度也很高 在这种高温高压和高密度的条件下 物质处于一种特殊的固体状态 它好像厘清一样 在短时间内具有固体的性质 如果放久了就会变形 具有可塑性 地脉可分为上下两层 地脉的上层 软流层 是岩浆的发源地 这里的物质处于局部熔融状态 它像一条传送带 带动着地壳缓慢地移动 地脉下层物质的密度比地脉上层物质的密度要大 成固体状态